他是有史以来设计最完美的ADC 号称是拳头设计师的巅峰之作 拥有全联盟最顶级的技能机制 从开服至今 他的出场率和胜率一直居高不下 他就是 号称拳头亲儿子的老板EZ EZ主要是重做了人物模型和W技能 老板EZ的操作手感要远超现在 无论是平A还是Q技能 就没有前摇 技能连招无比丝滑 而如今就没有那种感觉了 而老板的W技能是发射一道能量波 对敌方英雄造成250加0.8AP加成的魔法伤害 同时还能提高自身40%的攻速 并减少敌人40%的攻速 持续5秒 老板EZ是全联盟唯一一个 拥有高级度性的Poke型ADC 不仅生存能力强 伤害更是T0级别的 老板EZ凭借着完美的技能机制和灵活的出装 一直以来都拥有极高的人气 无论在哪个版本都能混得风生水起 像S37的弹刀EZ S47的三线破败EZ S5时期的符文扩建惩戒EZ S6到ST时期的摩切兵权EZ S8时期刷女生的摩切至天使EZ 在历史各个时期都曾大放异彩 变铁常年活跃在职业比赛中 就是这样一个高人气的英雄 至今为止都没搞明白为什么要重做 那么大家喜欢老板EZ 还是现在的EZ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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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资金